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等一下你錄了 對 跟人家講啊 還沒講 不然你知道 我不知道 我小時候你怎麼拿這麼正 我這車怎麼剩 我都沒開 怎麼會剩158km 158km 對啊 我都沒開怎麼電會不見 不是啦 靠腰啊 剩300km 是我只開了128km而已 回來買回來多久了 兩個月了沒 一個月吧 一個月而已嘛 都沒開 起美開一個月 一個月多了 超過了啦 超過一個月了啦 好今天去哪裡 內湖瑞光路 又要去找正剛了 車速太慢了啦 這樣一年只能找他一次而已 一年才出一台 晒慢了 多出幾台 你知道MG有出 在大陸有出一個敞篷車 電動敞篷 砸刀車 對超帥 一台二十幾萬人民幣而已 那個來台灣才一百多萬 如果假設啦 我絕對買 一定買吧 而且它後面電動車還設計一個箭頭 對方向都是箭頭 超好笑的 欸真的 喔 完蛋 人家進步成這樣 我們該怎麼辦 我就說台灣就乖乖的 想辦法把一些大陸車 想辦法把它弄進來就好了 對不對 鬧差 我覺得這種台灣的那種 汽車廠需要 一點點的刺激 這樣我們買的車廠 會越來越點 好啦 大家應該知道 標題應該有寫了吧 你標題應該會寫吧 會啊 會啊 你標題該不會寫秘密 這樣 MG還有什麼車 人家不知道你要去幹嘛 不知道這一集是演什麼 寫秘密 欸如果啊 假設我們以後出的每一片 我們標題都寫秘密1 秘密2 秘密3 秘密4 這樣一直延續下去 就是看標題 人家完全不知道這裡面是什麼 這樣會有人想要點進去看嗎 應該一兩集 頭一兩集有 之後就沒有了 他會想說我有沒有看過啊 你像老高把他的那個封面都用得很像 他們有說老高有個絕招你知道嗎 什麼 就比如說他這個標題上去以後啊 然後過了幾天喔 他就會換封面換標題再一次 然後有人就會以為說 我還沒看過 我還沒看過 比如說他叫水有多深 對不對 然後用了幾天以後 他的封面就會改成 水太深 比如說啦 你覺得這有差嗎 可是我們都會把車子擺出來 車的圖片 那以後封面都放我一顆頭就好 這樣會比較好嗎 我不知道啊 結果我們已經開頭講了五分鐘都快到了 棒 要去那個ZS嗎 對 1.5的 有沒有渦輪 沒有 自然進去CVT 真的假的啦 自然進去CVT 這樣開起來OK嗎 好啦沒關係 我們的存在就是為了要看到OBOK 對不對 應該是吧 好啦現在就前往內湖 MG義和汽車 順便去現場帶觀眾朋友先看一下 那相信觀眾朋友應該已經在其他的車評 大大的影片裡面都已經看過開箱了 那我們晚了一點 好沒關係 我們從來就不是在拚速度了 Let's go 去看車 一年只能來一次 車出太慢了 正剛好不好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他吧 沒有很久嘛 一年而已啊 是一年嗎 一年了嗎 其實不到啦 你們車出太慢了 一年出一次 好來來來來 今天主角是這一台 最新上市的ZS 我覺得它看起來沒有比 HS小多少耶 車子的規格啊 HS的話它是 4米6 4610 對 然後這一部的話是4323 所以說它的尺寸來講的話 就是大概從原本 差30公分 對 然後小一些些 可是我覺得看起來還蠻大氣的 而且我本來是想說要訂白的 結果其實看到黑色好像也蠻帥 但是一直說覺得黑色也蠻帥 ZS的部分在全球 它其實上市比HS早 大概一年兩年 可是進到台灣來之後 目前單一規格 它用的套件 其實在國外是1.3渦輪版本的套件 運動版的套件 所以包含你看它LED燈 加日行燈 而且是魚眼的LED燈 然後這部車它有一個特色就是 霧燈有帶轉向功能 打方向燈的時候 除了一般的靜燈之外 它的霧燈會同步亮你打方向燈的那邊 不過我覺得前面的格柵是 我比較喜歡啦 比起之前那個很像薩諾斯 薩諾斯的下巴 對我是比較喜歡這種 它鋁圈都是配 17吋的 然後鋁框的部分的話 輪胎也是配馬吉斯的 然後是雙色切削 有點切削感的 還不錯啦 這鋁圈安全牌 對阿 而且它這上面是 有點鋁合金的感覺 金屬的 銀色金屬的 它可以承載75公斤 我記得我們之前 那是黑色的對不對 對黑色的鋼琴烤漆 HS啊 我記得是黑色鋼琴烤漆 一樣是這個 一樣是KITLIS的這個部分 後面這邊的話 它的尾燈 跟前面的那個頭燈一樣 它有做到這樣子 一樣的同樣的設計 喔它那裡面也是做那個 模組 對 一塊塊的模組 然後後面的話呢 它走運動化的這個規格設置 所以下面雙出的排氣管呢 這個是裝飾 實際上的話它是單出的排氣管 這裡面是網子 對 然後有電動後尾門嗎 電動後尾門 在未來的話可以選購 用選購的 不過HS 現在是 ZS的部分它從這裡開 喔 酷喔 直接打開 它是做頂桿這樣上去 那這一部車子跟HS 有一個蠻大的差異 當然空間比較小一點點 不過呢 過去HS大家都在說 後行李箱空間不夠 那在ZS的部分 它這一塊隔板 它是可以去做上下移動 去做變換的 喔 對 它如果放在下面 剛剛會覺得蠻深的 對 你如果不喜歡 不平整的感覺 你就可以把它放上來 後面的椅子呢 它一樣可以做 傾倒的動作 但是它就沒有辦法去做 小小角度的調整 角度是固定的 對 角度固定的 不過這一步的話 如果說我們把它做 全屏的動作的話 基本上接近全屏 只有一點點微微的小小落差 也還好 算屏啦 一點點 其實這樣我覺得算還OK 我跟你講內裝不錯 我剛剛偷瞄一下 登登 其實跟HS蠻像的 它這邊也是做這種 Carbon的一個塑膠皮 電動作椅只有單嗎 還雙 只有單邊 只有駕駛這邊 那這個方向盤也是跟之前HS一樣 下面是平板 車紅線有打孔的 模擬巴素CVT的變速箱 對 那模擬的部分的話 直接用排檔頭那邊去做切換 沒有快撥 沒有快撥 是用這個排檔頭 對 用排檔頭去做動作 它就沒有特別再去做模式的切換 我跟你講我其實不太想看 我這門打開這樣看了一下有沒有 我就想說74萬幾 74萬9 74萬9加舊換星5萬 69萬9 699 阿呆要看嗎 有需要看嗎 買了 來我問你 來來阿呆我現在給你69萬9 買得到什麼車 Corebox Yaris Vios Yaris Yaris好像停產 停產了 現在Yaris Cross 然後出來也是72萬 HRV出來的價格也超過了 超過了啦 所以同級車大概就這幾種 對 沒錯 有必要看嗎阿呆 還是可以比較一下 相信它的CP值 給點面子是不是 確實夠高 照妖鏡給點面子 哈哈哈哈哈哈 好來配備呢 來配備講一下 一樣主打 主被動的安全性 Level 2的部分 全速域 0-150 然後這也是標配 在安全氣囊的部分 也是跟HS一樣 是6G安全氣囊 有一個重點是 它一樣是給到全景天窗 但是它的天窗的大小尺寸 還是跟HS是一樣大的 車機它是支援 CarPlay Android Auto 一樣是透過有線的方式連接 這個平板大小跟HS一樣嗎 一樣 10.3吋 方向盤的話是兩下 就是上跟下 方向盤就上下 對 然後這一個主機的部分 它有一個特色 過去HS的啊 大家都會說 冷氣暗了以後 不太直觀啦 就是說要用手控圈 拉風向對不對 對 但是這一部呢 一樣可以用觸控的 但是它多了這個實體按鍵的部分 去調風量 風量 然後跟溫度 對 這個順帶一提就是說 在這一部的話 它並沒有顯示溫度是幾度 所以 原則上它不是很溫 它就是屬於一般的那種溫度溫控的 對它沒有顯示說幾度 對 但是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有跟講師啊 或原廠去討論 其實一個概念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開冷氣 好像不管溫度 你覺得熱的時候 其實下意識就是把溫度調定 我知道 我跟你講 它這個是這樣 它沒有顯示溫度是幾度 但是它就是讓你拉到 你覺得適宜的比例 你覺得OK的時候 對你就適宜的比例 對啊 那你開久了你一定知道說 你比較適合的比例在哪裡 比如說 有沒有 我覺得說 這個比例 蛤 什麼的不比說 啊水龍頭 哇 欸 這比例不錯 對對對 你說比例不錯是不是 就是那個 我們在洗澡的那個 對啊 對不對 你覺得太熱了 就比例稍微 調一下 觀眾會不會說 你一直打斷你這樣的話 人家很認真 在講解 然後我們在那邊 不是 你沒事觀眾有事 然後所以遮陽臉 就從這邊 電動遮陽臉 One touch 雙電熱座椅 雙電熱 它沒有人 只有這個 然後它這個 左右是用圓形的 一樣這種 我就說這種圓形的要多用 是真的 唯一支持圓形出風口 轉起來就鎖起來 然後360度萬象街頭 就像以前遊覽車這種 真的就很方便 這明明就是 三四十年前就有的東西 現在才拿出來再用 現在用很普遍對不對 這好東西就是這樣啊 這種 久了又葉片斷掉什麼 有的沒的 我覺得都把它一律改成 原型的是最好的 好 那我們的螢幕呢 螢幕的部分的話 一樣 中間一樣是數位的 旁邊是液晶子 這邊是這個速度 右邊是轉速 ACC的控制的方式啊 如果說觀眾朋友他們 過去有看HS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雨刷 方向燈 然後ACC的話 在下面這一個 對 它的ACC在這 對 太久沒碰了 我也想起來 然後這邊有一個這個 這是後照鏡 後照鏡的調整 那摺呢 就選到中間以後往下翻 對 往下翻就摺 對 有沒有 我再摺一次給你看 然後 另外這邊的話 主機 它跟HS比較不一樣 就是它上面這邊的 快捷鍵可以配置調整 跟手機一樣 對 你想要在這邊放什麼 你比較常用的東西 音樂啊 或什麼 麥卡 冷氣也可以 它就會選擇長序 欸像現在這種平板的這種 車用的車機啊 它不能換成自己 老婆的桌面之類的 好像沒有車有這樣的功能 除非你說外改的 外面裝的嘛 但車子沒有負責 欸我覺得這很棒 就不用怕你老公載小三 一幕保護城市就是老婆 的頭在那邊彈來彈去 有沒有像Windows這樣 老婆還會這樣轉啊 然後撞到牆壁又彈回來啊 有沒有 你知道怎麼剪這一集了吧 你就做一個螢幕保護手 然後放一個老板娘的照片 然後在那邊彈 彈當彈彈彈彈下來 有沒有 所以這樣就不用怕老公那個了 欸這樣不錯吧 先去把專利申請起來 以後車廠他用的時候 用他來找我 哈哈哈哈哈哈 AOS 來電為你的生活充電 全台最大充電服務營運商 Hold up Best is what suits you 我剛有發現它這排行頭有烙印耶 對 NG 頭者沒有 頭者沒有 頭者沒有是正常的 因為這選賠要一萬多塊 這一個後照鏡的燈這邊 它有留一個USB Type A 要給你裝行車記錄器的嗎 未來如果有車主要裝行車記錄器 通電的部分就可以直接通電 是喔 那我那麼長的線要塞去哪 它現在只這邊到這邊而已 它這邊就有提供電源 這樣也比較好看啊 我覺得這真的 比較人性化 對啊 我跟你講 很多東西都是他們要不要做而已 對啊 就是不想弄就叫你自己拉 你如果要撿那個保險絲又跟你說沒保固 我們拍那麼久了 第一次有車場想要這個東西 然後最後有一個大的差異的部分就是說 在這台車的360跟HS的話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它除了2D之外 它多了一個3D的部分 它是有八個角度 3D那麼多鏡頭耶 你看 這個都不用再另外選配啦 就不要配了 我坦白說雖然說畫質不是挺好 但我覺得整個功能性有兼顧到焦 至少有一個環景算可以辨識的 但這個 不要講我們不要攻擊別人 我本來想要講一下 有的給個倒車鞋影都給不好 已經沒有要求你還擠了 你給個倒車鞋影都不給好 這沒有充電碼嘛對不對 對 沒錯 這邊有一個Type-A 兩個Type-A 資料傳輸一個充電 然後一個12伏特的 那這邊跟那個什麼一樣 跟HS一樣 這邊有做個把手 然後中央扶手 中央扶手 扶手就比較小一些 扶手HS的話它有冷氣孔 ZS就沒有 對 這個沒有冷氣孔 這是我的坐姿 我們帶觀眾朋友看一下後座大小 好了 後座大小啊 它這台車 因為走距比較短 但是它有一個特色就是說 它的椅子離地大約有15公分 它離地好高喔 所以說稍微人高一點點 腳可以往前伸一些些 我178嘛 那我本身我坐姿就比較後面 所以我已經 最近每一集我都要講到了 要不然大家都說 車給我坐到就變很小 因為人家從螢幕裡面看 沒小小是那麼大隻 其實本來很高 對 所以這個要跟大家講一下 第一個 我本來就178 第二個 我的開車本來習慣性 因為我會腳比較大 因為我會腳比較長 所以我都會做比較退一點 所以呢 大家你們實際 如果你的身材不是這樣子的話 實際會比你看到再大一點點 那我剛剛有做一個動作就是 這個椅子其實我剛剛在前面的時候 我已經馬條到最低了 結果還是可以 離地這麼高 我腳還是可以伸進去 所以它應該是有刻意的 要做這個腳步空間出來 刻意把這個部分去提高 因為我開車除了 退比較厚以外 我習慣做到最低 所以呢 它這個應該 預留的空間應該是算滿足夠的 但椅面上面稍微短了一點 不過我覺得它這一次的椅子 還是跟上次一樣 比較軟一點 我覺得甚至好像比HS軟 比HS軟 然後這個 它的那個質地啊 是比較柔軟的 對 因為我剛剛做前座的時候 我就有覺得 它就是這個 ZS的椅子 比起HS稍微再軟一些些 對 然後 做真一點是這樣 ZS中間的裹領 就比HS高一點點 對 這比較高一點 大概有8公分左右吧 那我們去看引擎室 1.5自然進氣 120匹馬力 它這引擎有點向後傾 有沒有 它引擎是有點向後傾行的 然後它的那個排氣是在前端的 前端往後這樣子 從這邊往後拉 你說有一些三菱的 是從後面往後面直接出去的 那設計不太一樣 好 宇宙到水桶 清楚明瞭 一個額頸 有沒有 這叫額頸 你看這個霧燈看起來很好修 這邊就看得到咧 那來換霧燈 你霧燈換是不是 來這樣 真的可以啦 對阿 而且它的大梁這邊直接就看得到了 好 前面還有連接一個梁 好 前面這邊還有一根 有一根橫梁喔 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橫梁過去 我們不用拆就看得到了 要不要拿 5公尺來 這個地方有什麼比較特別要介紹嗎 就是CVT的變速箱 搭這具引擎 其實這部車的話 油耗表現還算不錯 表定是多少 15.3 雖然現在還沒有什麼市區 或高速的一些車主的回饋 嗯 但是如果 稍微去reference一下 比如說中國大陸啦 或者是澳洲那邊的 換算起來 市區應該有到12 12左右 那相對高速公路的話 應該也不會太差 但是超過15這樣子 OK 好啦 好我們就把它處理下去了 對 帥 不錯 買回去慢慢慢慢試哈 在配件的部分 就是 其實車子該有的規格 配置上都有主 主要核心Level 2那些都有 所以其實不外乎也是一樣喔 就是格熱紙啦 格熱紙 新的記錄器這些 讓消費者可以選擇 然後 抬頭顯示器 整合了Level 2的相關資訊在上面 還有車道便宜的 這好酷喔 這多少錢 這一個是8400 電動開啟尾門 喔 選配 選配 我兩萬兩千元喔 米其林代工的防水腳踏店 米其林也有在做腳踏店 媽 沒事去認證餐廳 然後媽做輪胎不做 那餐廳也要認證 腳踏店也要做 米其林的腳踏店 對 聽起來好像很好吃 來阿呆 你會選什麼 來 我來問問你 那個 那個 台東手機 很賤耶 沒有 他選的跟我一樣 破了梗 你應該要講照地燈阿 或是警示燈阿 唯一那種廢廢的東西 米其林腳踏店阿 看起來很好吃 可是選下去我們就破表了耶 我們配件金就花完還要再倒貼 對 這兩個選起來的話是比較 有感受的 用不到的 整個看起來是這兩個是感受最深的 說實在的 其實我覺得它裡面蠻多東西 應該都買得到 就拉桿阿 腳踏墊阿 後托盤阿 之類的 而且它如果上到的話 它應該是會給我一些托盤之類的東西 情緒勒索就對了 定好了 每次來都要拿禮物 上次交車上是水果欄 這次不知道有沒有花圈 真的不錯還有模型車可以拿 它這個是賞車禮啦 可是我不知道未來 觀眾朋友來的時候還有沒有 如果有的話就賺到 如果有來可以問一下 我們在這個內湖的義和汽車 瑞光路這邊 給大家也看一下銀色的 因為它現場 今天來它展示的是銀色跟黑色 然後它的白色 聽說跟之前的HS的白 有一點點的差異 我記得之前HS 我們買那個白是有點珍珠原色 對 這一次的這個ZS的白 稍微比較這個 沒有銀粉的那種感覺 對 有機會呢也可以現場了解一下 這個我覺得蠻值得 大家蠻值得來試看看的 因為我覺得看起來它的車格 跟它的配備 跟它的價位看起來 我是覺得還蠻值得來試看看的 我也蠻期待 看什麼時候可以交車 好不好 那今天就訂好啦 那謝謝大家的收看 那就期待我們交車了 那就下次見 拜拜 銀色還不錯啦 可以看一下 你看它是不是有賺錢所以它變胖了 有比較low一些些 不是有賺錢是比較累 比較累 我也變比較胖啊 所以你們都有賺錢 我們都是比較累啊 哈哈哈哈 比較累 睡的比較少 睡的比較少啊 對 對不對